全球达成净零减碳的目标是迫在眉睫 而继7月份首场的永续农业绿色旅游论坛 是大受好评人气爆棚之后 因应各界的要求 农业部与央月美地酒店再度携手合作 举办第二场次的净零永续农业绿色旅游研习论坛 而参加者更可以入住央月美地 实际体验绿色餐食、食农教育 以及食衣住行娱乐构全方位的绿色旅游模式 从中理解永续农游的理念与精神 并掌握永续策略拟定的秘诀 继7月首场永续农业绿色旅游论坛 大受好评人气爆棚 因各界的要求 农业部与央月美地酒店再度携手合作 第二场净零永续农业绿色旅游 沿袭论坛 9月19日在花林央月美地度假酒店重磅展开 围起三天连累的活动 内容可以说是相当丰富 包括永续农业与绿色旅游讲习 融合三场小型座谈会 让场观学界拥有更多的交流 以及沟通互动的机会 参加者可以入住央月美地 实际体验绿色餐食、食农教育 以及食衣住行预热全方位的绿色旅游模式 从中理解永续农游的理念以及精神 并且掌握永续策略拟定的秘诀 大家觉得欧盟好像很前进 可是他觉得我们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自己要有我们的信心 在整个国家的推动静领的路径上面 按照我们的静领路径来推动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期待 台湾走的会是在全世界的前段的 那刚刚我就很高兴听到 大家都知道 连我们的小朋友都知道 2040是台湾的农业禁领 金华集团创办人董事长尹存所表示 观光产产业不再是无缘仓的产业 永续农业绿色旅游是地球的救星 我们很清楚未来的地球是要靠有机 因为我们的千分之四倡议 只要每一个土地能够提高千分之四的探数 它就可以减缓地球的温度 因此旧地球要靠我们所有在这些农业 还有绿色旅游的好朋友们推动有机 这个有机将来成为我们旧地球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全球都有机的时候 当然地球就不会再是这样子的暖化了 所以今天很感谢我们所有的长官 乃丽玲给我们的指导 我们农业部的支持 我们农科院的协助 然后我们今天一起同时再来办这个第二场 第一场因为报名的好朋友 很多人没有报名到 在第一场的时候 我们的部长在这一场 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政策面的 意识到说原来 爱地球农业部的政策是这么的明确 金浪集团创办人董事长尹纯说表示 这次活动主要是在推广 永续农业以及绿色旅游 实现农业与旅游的有机结合 落实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参加对象包括休闲农业经营者 生产者政府农业机关相关人员和旅游 从业人员 这次活动不仅是学习的机会 更是一个发挥创意建立合作的平台 共同参与永续农业和绿色旅游的推动 以及实践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